9月12日Angela Baby亮相上海 出席Adidas Neo秋冬新品发布会 刚从古装剧《孤芳不自赏》 是爱琴过来的她 剪短了多年未剪的长发 当天以一头新发型亮相 让在场观众眼前一亮 奇怪的是剪头发 剪头发 好多年没有剪过头发 因为一直在故宫的戏上 然后一进一个剧组就连了戏了 然后又不能剪了 对 很不容易刚刚拍完一个 长达三个月的电视剧 对 然后现在有时间做一下自己 日前电视剧版《微微一笑很清晨》热播 引发全民热议 作为电影版《微微一笑很清晨》中 贝薇薇的扮演者 Angela Baby在被主持人问及 生活中是否与贝薇薇相像 这一问题时笑称 除了小说中贝薇薇的火辣身材外 自己基本语言性还蛮相近的 喜欢打游戏啊 喜欢吃东西啊 嗯 然后上那里 上那里 应该蛮相 就说身材不太想穿 因为背后就是身材的 对 跟你一样 而前两天 小明哥和贝薇 携手出席 巴沙慈善业活动 小夫一丝略有隆起 早前有媒体报道称 Angela Baby将退出 奔跑把兄弟第五季的录制 而当天 贝薇的亮相着装相当休闲宽松 腹部更是明显隆起 或许是担心媒体记者 问及怀孕问题 当天更是罕见的未设置记者群放的环节 不过在被主持人问及与老公黄小明的近况如何时 Baby还是狠狠地秀了一把恩爱 你跟小明哥怎么样 呃 非常的好 非常的有分 真的 没有打架也没有吵架 他敢跟你打架 就这么一说吗 哦 他再也没有收到我 给他半夜发的信息了吧 呃 反正我还没有看到 你还没有看到 对吧 对对象 对了 对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